《立法會》主席賀一誠於9月10日召開立法會第六屆第一會期工作總結記者會 在過去的一個會期中 共接納27份政府提案、一份議員提案 舉行51次全體會議 審議通過13項法律和1項決議 同時還舉行了166次委員會會議 負責審議法案的3個常設委員會 分別召開了45次、38次和56次 獲得書面質詢636份、口頭質詢63份 目前仍有13項法案在委員會細則性審議階段 在回應傳媒提問環節中 關於兩名蒲籍立法會顧問不絕約的問題 賀一誠回應屬於正常人事條動 所以人事的變更來說 因為我們都是大家尊重一個合約 合約裡面是雙方面都可以逐棄不逐棄 這個是合約裡面的條文 所以我認為這次的變更來說 並不是一個大事 我們都很坦純地跟兩位顧問都有談過 他們都同意的 我們沒有任何考慮說一定要是這個人 做得不好我們才不要他 做得好才要他 不是這個考慮 做得不好我們希望他做得更好 做得好的他是不是可以有新的發展 這個就是我們的考慮 我們有甚麼政治考慮 我們沒有任何政治考慮 你可以問兩個當事人 我們沒有政治任何的考慮 這個不可以跟政治牽連一個問題 關於土地法的問題來說 就是社會上很多爭議 都說立法會又不修改 或者什麼 很坦率說 我講來講去 75條規定 土地這麼大的政策 立法會哪有權限去做任何的修改 所以任何的這些方面 都是要給政府他們去研究 政府如果是有法案送過來的 我們作為立法會 我們不可以拒絕的 賀一誠明確表示 本號居民領居住政後 不會雙重徵稅 現在我們在行的一個叫全球徵稅的問題 全球徵稅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作為我本人來說 在第一次審議和第二次審議 我已經全部都看過了 中國財政部部長 他都派了司長給了電話 我講得很清楚 這個對我們是不會有影響 我們簽的協議中 都講得很清楚 其中有四項 是不屬於內地的徵稅範圍 包括我們澳門的工資 我們澳門的物業等等 和收入等等 是不包括在內地的徵稅 這是一個大前提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我們這個協議 在之後我們有第二期 第三期的協議 這個政府公佈全部都有 另外賀一誠表示 特區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 將筆日成立 個人的理解 國家安全是十分重要的 當我們全中國來說 都有國家安全法之後 每一個市院都要成立 有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委員會是作為一個 在政策上的框架性的 一個確定的工作 這個是全中國任何一個市省都有的 我們作為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我們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子 國家安全是我們應該要遵守的 我們應該要維護的 在這樣來說成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 為我們以後澳門有關的國家的安全 去貫徹這個有關的落實 我認為是可行的 至於多次被問到明年是否參與行政長官選舉 賀一誠他不回應 第一來說我自己本身已經有四年任期 做了一個會期 我還有三年 還有三個會期 我想我只能夠這麼答覆給你 好嗎 我現在暫時都是立法會主席 你說有沒有人解僱我魷魚 我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我不會被人淘汰出去 我不會說要停職等等工作 我想我也是現在在做這個工作 你說有沒有人準備 我不希望產生任何的混亂